原标题 俄政客泄露机密 S700可封锁全球所有北极无法起飞 文人行司走号每个国家都爱胡说八道的大嘴巴 美国就有一个这样的大嘴巴当上了总统 俄罗斯也不例外 也有一个大嘴巴做个政党的党魁 这个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大嘴巴 就是知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 而最近他又在电视节目中献口开河了 就是那位在电视辩论时 辱骂女性被泼水的车德货环球网 10月15日任尹尔先生的报道称 日里诺夫斯基近期在一档节目中 在对S300防空导弹进行评价时 他爱那不住体内想胡说八道的洪荒之力 直接当中泄露机密 他表示美国人很害怕S300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导弹 但实际上俄罗斯还有S400 S500和S600 甚至是S700 他还夸夸其坛称S700 能封锁整个地球的天空 让所有飞机都无法起飞 这样的言论 当然会引发在场嘉宾的风向 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他提醒日里诺夫斯基不要泄露机密 否则 全世界都知道 俄罗斯最强的是S1500 当然 我们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 不过这位大嘴巴 还是说对了几个型号 S400和S500 早些时候 俄罗斯副总理 尤里鲍利索夫宣布 S500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完成了研发工作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S500防空导弹 是在S400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的 其主要作战对象 包括巡航导弹 隐身战斗机 并且可以承担一定的反导和反卫星作战任务 美国和以色列对俄罗斯防空导弹技术 其实依旧是保持较高的警惕 因为以色列空军此前就有一架F-16I战斗机 被尸里亚的老式地空导弹击落 由此可见 只要战术得到 即便是老式防空导弹 也一样能对现代化战机构成较大威胁 更不要说性能更加先进的S300和S400 而具有一电反导能力的S400被美国视为战略武器 这也是美国对这种武器的对外出口比较敏感的原因之一 而S500自然也会成为美国对俄罗斯情报关照的重点型号 此前美国国家意义杂志还披露称 俄罗斯曾经试图将S500系统作为礼物送给中国 专家表示俄罗斯此举可能是想借助中国的技术 进一步完善这套系统 毕竟在美国越来越危险的年代 俄罗斯也需要一款力气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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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